政坛又传出了喜讯 台北市让郝龙斌加油喜事 这个月的时候 大女儿郝汉翔低调完婚 15号艳客 低调到几乎没有人知道 直到今天早上郝龙斌 自己在市政会议上 跟大家发喜堂 才大家才知道这样的喜讯 不过对于凯道 昨天晚上无预警封闭了三个车道 郝龙斌透过发言人重炮抨击 说希望马总统不要阴野废食 这一盒喜堂早上静悄悄的 被放在北市府各级长官桌上 一直到市政会议结束 市长郝龙斌才告诉大家 女儿已经结婚 对于大女儿郝汉翔结婚的消息 郝龙斌是低调的不行 不过对于总统府在周一晚间 因应大卡车冲撞事件 封闭开道 市长话说得不客气 因此市长希望总统方面 能够审慎评估 民众以及国际观感 不要阴野废食 总统府在周一晚间 无预警封闭 开道三个车道 未来甚至还要全数封闭 而北市府就是执行单位 郝龙斌一席话 似乎对府方的处理方式 不太认同 对方多的优备 对方多的优备 对方多的优备